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咱们就聊到啊,在这个格鲁派的创派初期 第三世的达赖喇嘛,也就是索南加索呀 称得起是这格鲁派的旧世之活佛 那么这个话是从何而说起呢? 今天呢,咱们要就着这个话头展开了往下聊 提起这第三世达赖喇嘛的出身呢 他出生在拉萨西郊堆龙地方的这个马氏家族 属于是一个小贵族 他父亲呢,是穷杰宗本,叫做南杰扎巴 那算起来啊,那年应该是大明的嘉靖二十五年 按功力算应该是一五四六年 四岁的索南加索就被迎至了 哲邦寺成为了第二世达赖喇嘛 根敦加索的转世灵童 在这啊,咱们得多聊一句,很有意思 这个主流学界认为啊,第一世的达赖喇嘛 根敦珠巴,转世成二世达赖喇嘛 根敦加索,这就是格鲁派的第一次活佛转世 不过呢,以这个折邦寺为首的拉萨地方僧团呢 很多都认为不是这样的 他们认为这次由折邦寺主持的二世达赖喇嘛 转世成三世才是格鲁派正式的活佛转世仪轨的开始 说实话啊,这就是这个僧团的讨厌之处 本来呢,都是这个佛家世家异门 然后呢,这又都是皇教 亲之亲派,也来搞这种正统之争 显得不团结不说呀 还显得这个佛法就没有那么广大了 透着这群喇嘛呀 个顶个的都是小心眼 关于啊,本来是诞生在这个后葬扎什伦布寺的达赖一脉呀 为什么会到折邦寺,到拉萨来转世第三代活佛 这个呢,咱们前一集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了 咱们在这就不莫分 总之啊,第三世活佛在灵统转世以后 他生活在拉萨,生活在折邦寺 那您想啊,这折邦寺虽然不是这格鲁派的祖庭 但他也是这个格鲁派的四大四之一 哎,您听清了啊 到现在为止,这格鲁派还不是六大四 还是四大四 那您想去吧,那高僧大德巨多呀 哎,能给这个达赖喇嘛做经师的 肯定不是凡人 所以说呢,这索南加措呀 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那这七岁的时候啊 索南加措就受了这个沙尼界 到了十一岁的时候 就任了这折邦寺的法台 而且当年就主持了整个拉萨地区的佛教界的祈愿大会 小小年纪就能给这个众弟子 众僧众们讲这个佛本圣经了 又过了五年 算起来的大师也就是刚十六岁 哎,就又出任了这个色拉寺的法台 这之后啊,受了比丘界 然后开始云游藏区各地 广收门读广传佛法 别看这年纪小啊 哎,就已然成了这高僧大德了 那么说第三任的达赖喇嘛 既然是拯救了格鲁派 那这格鲁派在这会儿啊 肯定是遇到危机了 那这格鲁派遇到什么危机了呢 哎,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当时啊,就得说是这个噶马噶巨派 对了,就是白教啊 哎,那这噶马噶巨派呢 才封了皇教这么一个大慈法王 哎,属于是这个大宝法王地位啊 要比这个大慈法王高 可是这么算呢 你这个噶马噶巨派的首领 被封为了大宝法王 可是大慈法王啊 是这个格鲁派首领 宗喀巴大师的学生 也就是说呢 这宗喀巴动了一个心眼啊 耍了一个手段 让客派的教主 霍锋的这些法王称号啊 最后跟自己的学生拉平了 那要做到一块呢 哎,你们还是没我的地位高 那还别说别的 光是这一点 这群法王心里就憋着劲呢 可是后来这大伙也都发现了 这大明王朝啊 实际上也只能从王统的层面上 支持一下这些藏传佛教 所以说藏传佛教 这些个宗旨们 还得各包各的粗腿 这噶马噶巨派啊 他选择呀 在这个当地又抱了两条粗腿 一条呢 就是本地政权 这个仁邦八和藏八寒 这仁邦八呀 是这个帕族政权的一个分支 他是势力在后藏 这藏八寒呢 起初啊 这势力在这个前藏 后来啊 统一了整个藏区 那除了这个本地势力 还有没有外族势力啊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个藏族当时的势力 都不是很能打 当然了 他们得找一个能打的 谁呢 就是墨北蒙古的雀徒韩 哎 这三股势力啊 支持噶马噶巨派 那么这格鲁派 皇教谁来支持呢 基本上也是三股势力 地方政权啊 就是帕鲁政权 这蒙古势力呢 也有 什么呢 是这个土木特部啊 和这个和硕特部 这开始啊 还算是势力均衡 后来不行了 后来这个噶马噶巨派的势力啊 开始做大 开始啊 这各教派认为 你这格鲁派必定是小兄弟 是这藏传佛教最后一个大的分支 哎 你是新兴教派 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就发展起来 可是谁也没想到啊 就因为这格鲁派的教义教法深入人心 很快就把种子撒遍了整个藏区 那这一下子就大家都着急了 那最着急的就是当时根深蒂固 受明朝支持 受这个藏巴韩 受这个蒙古的大韩 确图韩支持的噶马噶巨派 实际上呢 到这个达赖喇嘛二世 跟敦加措时期啊 这噶马噶巨派和格鲁派的这些矛盾呢 已经到了顶点了 眼看就要爆发了 公元的1481年 当时支持这个噶马噶巨派的地方政权 叫人棒八 这个人棒八用武力啊 就攻占了拉萨 占领拉萨以后 就规定着皇教的僧人呢 见着这个噶巨派的僧人 必须让路 必须行礼 要不然呢 就抽你 一直抽到什么程度呢 抽到你心服口服 跪在道旁 给他行礼为止 并且啊 每年一次的拉萨起源大会 根本就不让这个皇教僧人参加 那这就是极大的侮辱了 那拉萨的形式都成这样了 到地方上啊 那就更了不得了 咱们前头说过 这嘎举派嘛 这四大八小 其中啊 这八小嘎举里边 有一个叫做 只供嘎举的一派啊 那更厉害 整派僧人呢 对这个皇教动武 强迫这个皇教僧人的寺庙改宗 也就是说 以后你别信皇教了 你跟着我一块啊 信嘎举吧 那您看呢 这就是矛盾从升温到爆发的过程 哎 这善了不了了 那最后怎么办呢 这这会儿啊 就已经来到了第三世达赖喇嘛 索南加措时期了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三世达赖喇嘛 受到比丘界之后啊 就开始云游西藏各方 滚收门徒是广传佛法 他在这期间 他就发现呢 这一场 嘎玛嘎举派 与这个格鲁派的争斗啊 就要上演了 可能这事儿要捂持不住了 要是闹事就是大事儿 然后这佛爷权衡了一下 真要打起来的 谁有胜算呢 显然这格鲁派的势力是弱的 没有胜算 那么就得赶紧找一条更粗的腿豹 哎 就在这会儿 天边飞来了一只红眼 嘴里掉来了一只 橄榄枝就泡在了索南加措的头上 这索南加措一看呢 这橄榄枝上写着字呢 什么字啊 俺答案 也可能啊 这橄榄枝上写的是四个字儿 阿拉坦韩 总之都是一个人 您现在啊 去这个呼浩特 大昭寺门口 有这位 俺答案的雕像 哎 不过上边写的是阿拉坦韩 这阿拉坦韩是谁呢 有人说呀 这阿拉坦韩很伟大 可以和这个铁木真 和这个忽必烈 哎 齐名 可是我倒认为是这阿拉坦韩呢 连这个草原的贡主都不是 最起码 哎 这墨西蒙古 这瓦剌人就不服他 但是呢 他既然臣服于大明和咱们中原修好 他就算咱们华下 所以呢 咱们说这个 这阿拉坦韩 哎 那就是很伟大的一位韩王 他不但呢 有阿拉坦的这个称号 他还是大明朝册封的顺义王 也就是说呀 哎 这阿拉坦牛了半天呢 呃 他已经归服于大明了 那么说他真归服大明了吗 他要真归服大明了 他召见达赖喇嘛三世干什么呀 那有人说对呀 那这是为什么呀 啊 这正赶上这索南加措那边 闹危机 饿了 您这阿拉坦这边 窝头屉就接锅了 那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呢 实际上这事不小 这俺达韩呢 您别看他臣服于大明 他有野心 想当年 忽必烈召见了圣者巴斯巴 这二人的组合传为天下佳话呀 这大元朝才有享天下一百余年 哎 这是咱们这段书说 不过呢 有很多蒙古人呢 蒙古贵族也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啊 就是因为这个忽必烈 主信了喇嘛教 重用了巴斯巴 所以才导致着元朝啊 在中原才占了一百年 就被又轰回草原了 哎 这是他们的争论 咱不管 咱们按照咱们今儿的书来说 这个俺达韩呢 实际上啊 是咱们书馆的老朋友 咱们在书馆里 说俺达韩 还有媳妇三娘子 那位草原奇女子啊 咱们说的够不够的了 那还是说咱们这个 准干儿韩国那个系列 不过今儿这书啊 咱们是围绕着这个 藏传佛教哎围绕这个达赖喇嘛 三世说 咱们不拿他为主角 那这二人决定会蒙 在哪会蒙啊 青海湖会蒙 到那之后啊 两个人呢 那简直就是惺惺相惜 这在青海湖边上啊 这两个人一见面 这大汗立刻就把这佛爷手抄过来了 相识恨晚 相识恨晚的 我的佛爷 这索南加塑说 哎呀 我的大汗 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 这一句话 可把这俺大汗 那就问愣了 俺大汗说 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在哪儿曾经相识过吗 这佛爷说 上一世 您是忽必烈汗 我上一世啊 那是巴斯巴 身边的一位侍者 这大汗一听啊 乐了 呦呦呦呦呦呦 原来啊 是这么麻的事 你瞧你瞧你瞧呦呦 我还忘记了 您瞧这无形中啊 就把这阿拉坦汗 比成忽必烈了 那忽必烈是谁 大元的开国皇帝 这谁不乐意听啊 于是这二人呢 互赠封号 这大汗当然是代表着政权了 索南加塑呢 自然就代表佛爷 这大汗呢 封这个佛爷为 圣师一切 瓦切尔达 达赖喇嘛 这儿啊 有两个关键点 您得弄清了 第一 这达赖喇嘛 到了第三世 索南加塑时期 才有了正式达赖喇嘛 这一称号 其二达赖喇嘛 达赖一词 那可不是藏语 那是正经的盟语 那达赖喇嘛 是什么意思呢 哎 达赖喇嘛 我们翻译成汉语 就是大海 哎 喇嘛呢 就是上师 达赖喇嘛 就是大海上师的意思 哎 如果要是按照元朝的时候 啊 翻译成汉语呢 就应该是海子大师的意思 那么这佛爷呢 也得增大汗的一个号 啊增大汗什么呢 赖喇喇 瓦尔蒂 臭尘汗 哎 直到今天所有的达赖喇嘛 名字的后缀 都有这个加措一词 这加措呀 也是大海的意思 就呼应于呀 这个封号达赖 那这回行了 达赖喇嘛 这一戏 也抱成这只蒙古粗腿了 那说原来抱成那些蒙古部落粗腿 它不算粗吗 那跟俺达汗比起来 那戏多了 那不知道好朋友们还有没有一个疑问 那他们这么折腾 这一代活佛和这个大明朝的蒙古藩王私自结交 这件事 明朝政府知不知道 哎 这事啊 还真知道 咱们现在的学者呀 很多说法就不一样了 有人说呀 那这会儿啊 这大明朝正是万历年 这万历年的时候啊 大明朝呢 哎 他国虽然不宜呀 但是他主佑万历初年的时候的名神宗 他是个小孩子 所以呢 这万历皇帝当时啊 也没有能力过这个事 其次这三世达赖喇嘛呀 他还抱上了另外一条粗腿 那是谁呀 就是四川和西藏交界之处的西康吐司 那么说这西康吐司这边 他原来没有寺庙吗 有寺庙这边啊 原来都有一些本教的寺庙 就是当年呢 这个佛本之争 这本教输了之后啊 哎 签过来的那些寺庙 后来呢 到了西康吐司这边上啊 他决定啊 要信正统的佛教了 于是啊 他呀 就趁着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他在本地挖出来了福藏 那关于福藏是什么呢 咱们前面也讲过 这福藏啊 有人说呀 是这个灭佛时期啊 埋的经书 也有人说不对 这些经书都是当年 莲花生大师埋藏的 所以呢 他有个统称就叫福藏 这个西康吐司 就挖出了福藏 福藏直接就送给了 三世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呢 就在本地寺庙的基础上 建立了礼堂寺 所以说呀 这个有一宗一派就说 这三世达赖喇嘛 他为什么不去见万历 不去见大明天子呢 就是因为 他有这两条粗腿 他够了 那还有一种说法呢 让我听来就更离谱了 那完全是因为他没读过明史啊 有一种说法说呀 这个当时的万历皇帝 也想见见顺义王册封的 这位达赖喇嘛 听说他是个有学识的人 于是就写了一封书 说大比丘 你来一下 我想见见你 这大比丘嘛 中国话 怎么汉语讲啊 就是音译 比丘嘛 比丘僧 那哥咱们装让人讲话的了 我前面给你加个大呀 我是看得起你 加大显着阔嘛 可人家藏族人呢 这比丘这词啊 从印度译过来啊 人家可不是音译 人家是原译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启示者的意思 哎 就要饭的 那您想想您挺大皇上 您招我过来 您张嘴闭嘴 要饭的 要饭的 我能去吗 所以说呀 这三世达赖喇嘛 还就真没给大明朝这面子 就没去 可是这明史上可不是这么写的 这明史上说 这安达汗 也就是大明朝所册封的这位顺义王 在册封了达赖喇嘛之后 立刻就通报了当时的辅证大臣张居正 哎 并且呢 这达赖喇嘛 也通过这个安达汗 问候了相爷张居正 以及大明天子 并且这达赖喇嘛 在给朝廷的信中自称 释迦摩尼比丘 这明史上啊 明明白白黑纸白字写的清楚 这比丘啊 是达赖喇嘛给朝廷自称的 他自己就称呼自己为比丘 然后这明史中还这么记载 说这个中国义有活佛 哎 指的就是这位达赖 此僧有艺术能福人 诸藩莫不从其教 即大宝法王 即铲化王 皆俯首称其弟子 哎 说这位活佛呀 他不但是大德高僧 并且呀 还建了很多庙约 李唐寺啊 还有这个青海的塔尔寺 都是这个三世达赖 一手建立的 曾到内蒙古为 暗达汗世事 永惊起伏 并弘扬本门 格鲁派 16年 应神宗交赴北京 3月26 进京途中 世事于内蒙古 卡欧土密 所以说我觉得呀 这个还得尊重史实 关于这个 三世达赖喇嘛和大明朝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还得是参照于明史 这达赖喇嘛不是不想进京进建 也不是没来进京进建 而是死在了进京的路上 那么说这三世达赖活佛死了以后 还有没有故事 当然有故事了 到了四世 更热闹 你要说前边的活佛转世啊 还有这个佛法 有天意的可能性 听着呀 还挺神秘 还挺玄妙 到了四世达啊 完全就没有了 完全是人为设计的 这活佛转世呢 完全被世俗 被权力所控制了 那么这段书到底有多好玩呢 咱们明天接着聊 好玩 好玩